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一片的 看上去就像建的那个塔一样 非常的漂亮 现在的松塔已经干枯了 里面的松子已经掉出来了 听说松子是个好东西 朋友们有知道松子作用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这个松塔非常的常见 人们也都认识 但它的用途你不一定了解 今天就让我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的第一个用途 就是它具有这个止渴平传去弹的这个功效 它的第二个用处呢 就是具有这个消肿止痛降火的这个功效 它的第三个作用啊 就是因为它含有 丰富的这个胡萝卜素 还有这个叶黄素啊 对这个视频牢啊 有很好的效果 它具有这个抗疲劳的这个功效 好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松塔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哈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装护人家小李视频的朋友 点点关注 再见